评论区有小伙伴净说大实话 说我推荐的这个护理油再好 也不如加湿柜的保养效果好 我承认您说的没错 但您觉得这有可比性吗 我自己家里也摆了一排的加湿柜 这买柜子的钱差不多顶这个油的几百倍了 说实话你这吉他要没点来头 都没必要往这柜子里放 这把爵士吉他比我都大 1980年的 这把马丁是1986年的跟我同岁 我觉得价格在两万以下的吉他呢 就用这个油保养一下就足够了 有了他的保护 再也不用担心纸板开裂琴弦打品品丝划手了 又有小伙伴说了 我的琴连一千都不到 根本不配用这个油 此言差矣 善待你的烧火棍 善待陪伴了你青春的这把破吉他吧 咱们这个油的适用范围呢 是非常广泛的 不局限于吉他 只要你手里的乐器是木头制作的 并且有琴颈纸板和琴弦 那么就通通适用 比如古典吉他 电吉他 民谣吉他 游客历历 还有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等等 纸板和琴颈都会由于水分的流失 而容易出问题 咱们这个油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打开之后轻按几下 大家不要用力过猛 防止这个油喷溅出来 轻轻按就可以了 按几下之后 这个油就已经吸收在我们赠送的这个海绵里了 然后直接带着琴弦擦拭即可 因为这个油不仅能保护纸板和琴颈 它对琴弦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它在纸板和琴弦的表面都能够形成一层保护膜 对琴弦来说 这层保护膜隔绝了氧气 琴弦也就不容易生锈 从而延长了琴弦的使用寿命 对纸板来说 它也能够大大的降低水分的流失 从而使纸板不容易开裂变形 也就不会出现品丝滑手和打品的问题了 特别是北方家里有暖气的小伙伴 吉他开裂变形的风险就更大 只需要几十块钱 就能够让你的吉他轻松过冬 相信郝老师的推荐 下方小车